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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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東京佐德橋 我是偉恩 今天我要來實際測試看看 新元節以在日清元祖雞汁麵 最新的廣告中所做的 清魚罐頭的泡麵還有 麻婆豆腐的泡麵 到底好不好吃呢 那我們今天用的材料呢 有清魚的味噌罐頭 兩包元祖的雞汁麵 還有一個便利商店買的 四川風麻婆豆腐 製作方式呢很簡單 首先把你的日清元祖雞拉麵 丟進碗裡 這個拉麵的特色呢 就是它中間啊 有一個洞 然後平常的話最簡單的吃法是 加一顆雞蛋下去喔 那當然今天呢 我們要用比較特殊的吃法 加熱水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日清元祖雞拉麵了 現在一邊在泡的時候呢 其實就可以聞得出來它的味道啊 很像模範生點心麵的湯的味道 這個就是廣告中的清魚罐頭囉 現在就來把這個罐頭給它加進去吧 就直接一口氣全加囉 喔 把那個味噌 味噌薯的醬汁也給它加進去 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清魚料好實在耶 裡面總共兩大塊 像這樣的清魚 我們的清魚罐頭 圓祖雞拉麵看起來 跟廣告中的有三分神次耶 接下來就來試吃好了 喝口湯 這個清魚罐頭吃起來很像 小時候吃的那種 紅燒曼 紅燒曼罐頭的味道 然後搭配這個雞汁 鹹鹹的 我覺得還不錯耶 接下來也是我個人覺得蠻神奇的一道喔 竟然是把麻婆豆腐 加到那個 圓祖雞拉麵 這麻婆豆腐 是我剛剛在便利超商買回來微波的 在日本還算蠻常見的一道料理 這個麻婆豆腐 加進我們的 圓祖雞汁麵裡吧 等一下囉 喔 像廣告一樣 呀 加進去啦 加進去啦 接下來試吃這個麻婆豆腐口味的 雞拉麵 先喝一下湯好了 這個 麻婆豆腐的湯 完全跟雞汁融合在一起耶 好喝耶 喔 它口味偏有點重鹹 但我覺得 以泡麵來講還蠻剛好耶 有一點微辣 喔 豆腐跟這個 泡麵也很搭 這個很可以 這個我完全可以 哈哈 哇 這個 這個好吃的程度 又有一點微辣 我覺得 蠻接近那個 滿叉大餐 叉漢大餐的 喔 好吃好吃 比起剛剛那個 輕魚的話我覺得 麻婆豆腐又更勝一籌了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日清元祖雞汁麵 我老婆新元節一廣告的實測啦 那我個人是覺得呢 其實兩款吃起來都還算蠻搭的啦 因為它這個雞汁麵啊 本身就是偏清淡 但是呢我覺得又以第二款的那個 麻婆豆腐的麵啊 因為它的味道又更重 是一種全新的 我沒有嘗試過的味道 只是出乎意料的 非常的搭配 而且口味也蠻重鹹的 我覺得應該很適合台灣的朋友吃吃看喔 我是偉恩 那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